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歌手陈子彤近日为电影《切小金家》的旅馆唱主题曲《我最骄傲爱过的人》, 有别于过去充满爆发力的唱腔,他改以内敛方式演唱,不停叮咛自己只要收,不要过于放。 呈现出细腻的情感,陈子彤曾赴韩国担任练习生, 推出迷你专辑时还曾登上《Never》搜索时时排行榜第三位, 2015年陈子彤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第四季,以双截棍获得周杰伦青睐, 最后夺下总决赛亚军,甚至参加《海太平洋》二演出为了契合电影要表达的情感与温度, 从近百首demo里挑选,最后由此曲创作人、制作人张建军伟, 从私藏作品中特别选出这首《我最骄傲爱过的人》。 由于歌曲本身表达的情绪与电影主题的契合度相当高, 导演林关慧听了之后内心坚定地认为, 这首《我最骄傲爱过的人》就是电影主题歌, 最后也选定由陈子彤演唱。 《切小金家》的旅馆将于7月12日上映。 陈子彤演唱《切小金家》的旅馆主题曲《环球提供》。